228和平纪念日 是纪念发生于1947年 2月28日的228事件 造成许多民主精英的牺牲 随着时代的演进 在事隔40多年后 受难者的冤屈 获得应有的平反 各地228纪念馆 纪念碑纷纷树立 使受难者家属 获得精神与物质上 最起码的抚慰 此事件可为台湾民主的一大进程 在保守的当时代 这些民主斗士 人奋力争取台湾人民的民主 法治 人权及自由 为台湾的历史 写下全新的一页 也象征台湾民主之路的开展 228虽为台湾 历史中的一道伤痕 却也是民主进步的先驱 约翁廖子佑表示 每年的追思会 都是为了让后人 继取此项教训 希望政府与人民 都能一同来巩固 台湾的自由 民主 法治与人权精神 228能够说是一个历史的上分 也能够说是我们民主 推动过程的标杆 每一年如果是办理 228的追思会 我想这些都是 在了追思以外 也能够让我们在追思会里面 具体这样的一个教训 要对求民主的过程当中 可以说是非常会定規 所以说我们现在的人 如果要去 尊秀就说 健康我们拥有的民主 也希望说在这个 好无用意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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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成的这个民主 的这个精神 希望说 我们对于说 冬金的质政者 在这里 也要心中来保抑 人民的质量 说听人民的质量 这也是一个民主的表现 所以 现在也希望 透过的说 这个228的追思会 可以 提债 可以保抑到 我们 现在的这些政者 警察来 中心 这个好无用 可以 生平的这个民主 不可以 让我们的民主 再来兜体 我想民主的 现状 也是要坚立 和平的 这个 兜兼胜 所以 希望说 我们的这个 对思会 可以 我们的当政者 有一个很大的警惕 跟省思 这日前的228当天 各地都举办 大大小小的纪念会 缅怀为民主奋斗 为公平正义 争取人权立国的 民主先进们 远远赖燕雪也表示 透过桥和平中 能够唤起 人们的希望 与正面力量 228事件 对我们台湾人民来讲 可以说是心中永远的痛 前世不忘后世之时 我想这是不可抹灭的一个记忆 那么我们今天看到228 在这一日的当天 我们透过很多的活动 来对我们这些 为民主奋斗 为公平正义争取 人权立国的这些民主先进 来做一个家属的一个缅怀跟慰藉 所以在全国各地都有举办228系列的活动 那么我们南投县也举办这一场 非常值得我们敬仰的活动 透过我们敲和平中 能够唤起我们的希望 我们的和平 所以在228的这个当日 燕雪也感触的特别深 在早期 我们有成千上万的台湾民主精英 也为了我们争取这个民主自由 公平正义 乃至于人权立国 不断的来做努力 那么今天能够透过这样的方式 来缅怀来追思 也希望我们的政府能够寄取教训 不要再重逃覆测 犯了同样的错误 我们也期待说透过这样的活动 不断的努力来争取我们的民主自由 我们的公平正义 乃至于我们的人权 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 能够政府能够重视 228事件发生当时 国家背景相当复杂 成为产生误解 成为历史中的汉事 不过经时间的洗练 人民的怨恨逐渐消散 取而代之的是爱与包容 欲言烂雁雪也提醒众人 应珍惜这些英灵 带给今日的台湾人 健全的民主制度与民权自由 228事件可以说是 我们台湾人民 每一位心中永远的痛 我相信说定为我们的国定假日 也有特别的意义 那么台湾当时的一个时空背景 非常的混乱 物价波动相当的大 也因为从台北大道城查掩起 所引起的一场这样子的一个 小小的一个误解 也因为一个自然事件 演发成一个政治事件 所以造成今天的这样子一个局面 所以当初有很多台湾的精英 都被这样子一网打尽 引起很多台湾人民的不满 那么我相信说一个历史的一个教训 是可以藉由我们的爱 藉由我们宽恕的心来做一个包容 我相信台湾人是相当的有智慧 我们更应当记取历史的教训 不要重逃覆册 我们更应当珍惜 有这些228的一个 因您所留下的一个 奠定的一个基础 他们所留下的血 所建立的民主制度 所捍卫的民权自由 这是一个普世价值 所以我认为说228也是台湾的一个 普世价值的一个存在 我们更应当要来珍惜 更应当要来拥有 所以今天举办的一年串的活动 也藉由这个敲下 希望和平爱的这个宗享 能够唤起台湾人民的一个 历史的一个记忆 不要再重逃覆册 能够珍惜目前台湾民主进步的一个 自由人权 自由制度 自由的一个民主 我相信这是得来不易 也是经过这么多一个 县人所留下的一个血 所换来的 我们更应当好好的珍惜 对我们的台湾的民主 继续的来捍卫 2013年是228发生的66周年 台湾大地文教基金会 日前特别在台湾圣山生态教育园区 举行228 台湾神感恩祈福大会纪念活动 邀请各界先进共同参与 一群以推广228信仰 为己任的志工们 用另类的祈祷方式 希望若实先贤先烈 对普世价值 自由民主 人权 法治的追求精神 主办导会表示 透过活动不仅是追思 这些为台湾民主奋斗 制仙人们的努力 也齐齐能凝聚所有台湾人的力量 为台湾的民主带来更多的活力 我们很欢迎在南岛的台湾圣山生态到的方向 今年我们有特别邀请到日本的来宾 因为他们很发心他们 我们有一个八田鱼 我们跟我们担任 还有黑山头水口的建造 八田鱼新生的东西 他们来参加我们六成的电力 是因为他们感染到八田鱼新生 对台湾的供应 而且他们感染到我们台湾人 可以当时他们是日本人 所以说他们很感动 因为我们也把八田鱼新生 作为我们台湾身族 因为他对台湾水利 还有我们整个加冰原的农民的生活 所以说我们也很少量他 因为他也很感动 感动到我们台湾人 对这个对书 所以说他们来参加 我们今天这个电力 今年228 又来自于日本的友好访问团 以国际礼方式 在盛山 228只有中旁 为台湾神八田鱼一圣像 举行同项安座仪式 并为台日的友好 享中祈愿 加南大郡之父八田鱼一 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实践者 也是人道关怀者 把台湾人的生存 当作自己的责任 已经六十七十年了 我们台湾人 这个日本人作人 在和他学生 可以说他很感动 很感动 已经 这一年久了 日本人都不记得了 这个土地和这个论利 我们台湾人还继续在学生 可以说他很感动 虽然台湾人 真的有没有日本文 也没有说论利 但是大家台湾人 对这个论利和道德 这个事情 他有很感动 希望这个论利和道德 大家可以再提供 大家论利和道德 大家可以来学生 这是很危险的 二八是台湾人民的共同伤痛 不过可贵的是 人们能够互相包容原谅 以理性去看待这项历史 继续事件的教训 民族间和平相处 并尝试去了解彼此想法 此不仅为民族的进步 也是尊重人权的一种表现 也学习政府能够持续 为台湾的自由 民族法治与人权努力 这个日日半对我们台湾 流了很大的痛心 但是我们台湾人很理性 可以保佑 不用保佑 要保护 但是这个渴海的人 应该欢喜 我是希望说 这个有宽力的人 他要亲亲欢喜 这些大家要跟我们说 台湾不是这个 那个阴碗才可以化解 不然阴碗不可以化解 这真不幸 我是说 这个我们吞论 可以良情人 这是我们台湾人很好的美国 我们以后有我们的坚持 民主上来也是都可以拥有 为感念有史可考的台湾先贤先烈 为这块土地奉献的事迹 民主团体发起了台湾神的理念 愿台湾人民能够追随这些民主斗士们 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精神 追台湾人民团结一致的力量 我们这个台湾神的优来就是说 我们知道在那六十六年前 我们台湾有发生一件很悲惨的事 他早上是一百四驚 这一百四驚 我们这里的这个宣言 我们台湾的宣言 在那时候 为了要抵抗外来的政策 所以说他们都在台湾都犧牲 因为他们都是为了这个 自由民主政策 这些民主的 这些普世的鸡蛋 在犧牲 所以说 我们台湾人为了要笑脸 要追随他们的脚步 追随他们的精神 所以说 我们把他们尊为这个台湾神 作为以后我们台湾 我们台湾最基本的这个信用的这个力量 因为我们这个台湾神山的生态 还有很努力 为我们的围地区 我们的南岛关操顿鼎 这以后 欢迎我们台湾的乡心思大 可以来我们这个台湾神台 还有很努力 来这里参观 来追随笑脸 我们这些 为我们犧牲的这个台湾神 如果没有他们的犧牲 如果没有他们的奉献 我们台湾不可能有 这个民主自由的生活 能够过 所以说 我们把他们的精神 动作是我们的精神的信用 我们坚定我们的这个信念 和他们的精神 犧牲的精神 动作是我们的这个信用 越岩赖燕雪也期许 这个代表着 台湾民主进程的事件 能够促进国家民主的转型 迈向更为民主自由 会有公平正义的社会 此外也有往后政府 在二八纪念日 出面华语追思 也能教育民众 尊重人权的重要 当天我们在全国各地 一系列的活动都一直在展开 也期待说 在这一日的当天 我们能够 让台湾的民主社会能够转型 让台湾能够迈向一个民主自由 公平正义人权立国的一个国度 让台湾人民都能够 能够安居立业的来做生活 所以燕雪非常的敬佩 早期为我们台湾所牺牲奉献的 这些民主精英 那么也期待说 未来政府部门在二二八纪念的当天 除了是就这一天来做活动的 缅怀追思 我们更能够教育 我们如何来尊重人 人与人之间的一个互信 跟互联同时也能够 懂得人权的一个保护 这是相当的重要 所以燕雪在这边 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教育 能够呼吁我们的下一代 更懂得珍惜我们的人权 追求民主自由 捍卫我们的公平正义 让我们的台湾 转型成为民主自由的一个国度 二二八事件 是台湾民主发展的转列点之一 当时代 族群间的彼此误解 所铸成的遗憾 是台湾人民长久的沉痛 不过随着时代的演进 此事件 却也成为台湾民主进步的动力 鼓励后进 持续为台湾的民主自由努力 造就了今日 思想开明的社会 从每年的各项追思会中 人们除要缅怀先人的努力 也要珍惜今日的民主成绩 并供堂来巩固台湾的自由民主 法治与人权精神 民意新闻陈丽琪雄心仪专题采访报导 优优独之内 优独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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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物